你怎么看 东西不合胃口吗 没有啊 很好吃 看来我们这位无所不能的 周小姐遇到麻烦了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当然 对于婚姻 你怎么看 我要听最真实的想法 其实两个人相处久了 每个女孩子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有一天 她们可以穿上洁白的婚纱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 走在红地毯上 从此白头偕老 至死不渝 我要听的是你的 不是女孩子的 我的 我的很简单啊 就是 找到那个女孩 让我照顾她一辈子 其实是这样的 最近呢 我身份有很多人 对时尚人士的婚姻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对这些时尚人士 进行进一步的采访 让他们自己谈谈 对婚姻的看法 然后出一期专栏 名字我想好了 就叫做婚事 刘泰铭主编 刚才你没有说完 现在继续吧 真的想听 当然 那好 那为了你的工作 我就实话实说了 这期划还写得挺有趣的 那您的意思是 我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了 好好用心地做 好好用心地做 不要让我失望 你在干什么 工作啊 您这是我采访的第一个的奖 我要接受你的采访 您觉得 除了韩上的主编以外 还有谁更有化验权吗 第一个问题 您对婚姻的开发 一个失败的婚姻 带给我很多的教训 感情的付出 再其次 最严重的是 让我对家庭生活 丧失了 对她的信心和憧憬 这才是最可怕的 那您对事业的开发呢 儿子康康 真的是您对事业上的累赘吗 如果说 我会再有一次机会选择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 不把康康生下来 我会选择 我们去的训绕 我们去的训绕 我们抓到这些小问题 我们去的训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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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康 妈妈在工作呢 今天不用加班 妈妈不会忘的 妈妈下班之后 会带康康最喜欢吃的 巧克力的慕斯 对吗 乖 那妈妈先来工作了 待会儿再跟你讲 我也想你 拜拜 这就是主编妈妈的生活 在杂志社里面 要处理事情 回到家要照顾母亲 还要兼顾照顾儿子 我很想知道 到底我是 用什么样的材质 来把自己打造出来的 看得出来 你很爱你的儿子 对吗 那当然 其实 很长的一段日子里面 我一直认为 康康是我这一生中 最大的累赘 可是突然有一天 我意识到了 一段失败的婚姻 对孩子们来说 他们是最可怜 最无辜 最无奈的 最无奈的 其实 我觉得我欠看看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不知道怎么能够弥补她 不知道怎么能够弥补她 我不算是一个很称职的母亲 但是在我心里头 看来是我的一切 我爱我的儿子 我很爱她 这次发布会能够顺利进行 陈上赵总鼎立啊 推心人 同时提升弹商自身的影响力 这个办法虽然老跳了一点 但是这个效果 我看还是有的嘛 多谢赵总花姐啊 这次啊 乔总监可是功不可没 哪里哪里 对了 我还有两个推心的计划 可以提升韩上的竞争能力 而且可以把一波新的设计师 推到潮流前沿 你看 韩上是时尚先锋 要敢为人先 不为人后 这种推心人的做法 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搞下去 我看 恐怕就没什么新意 是吧 对 我们还需要拿出 更好的策划 我觉得啊 还是要拿出自己特色的东西 推心人固然重要 但是 怎么样能够做到双赢 这才是最关键的 这才是最关键的 宝贝 你的裙子是八十六 外套 那边那个黑色的 穿完之后就上脚 多摆几个姿势 撑着点 怎么样了 对 她下里面上脚 一定要吃时间了 那姐那姐醒了 怎么样 快抓紧时间 你呢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你看 宝贝 头发 发誓呢 方丈师傅给她发誓 我搞错 现在睡觉 太过分了吧 你动动脑吧 什么睡觉 晕过去 她晕过去了 没看到吗 后台更可怀了 这可怜的孩子 第一次搞发誓被中暑了 那怎么办呢 这所有衣服都是她设计的 她晕过去了 谁知道怎么穿啊 还有偶啊 那你肯定都算错了 放心啊 下午走台的时候 每天衣服我亲手都动了 过去 挑美美找来这个新人 谁叫她家 是我们其他人的大财主呢 别说话了 赶快帮忙帮忙 快 快点动起来 你是在给我开玩笑吧 我说你不会相信吧 我那个时候去后台啊 就看见那个设计师躺在那儿睡觉 要不是陆明 还有我的田田 共同保住了韩上的面子 别说好听的 有些事情我想知道 什么事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想问我 今天晚上坐在我身边的 那个美女是谁 那我就如实汇报喽 今天晚上坐在我身边的 那个美女 本人不认识 她说她是来走秀的 没有座位 所以只好委屈 在我的身边坐了一会儿 其他的 本人一概不知了 汇报完毕 真的吗 真的 你不相信我 不是不相信 只是觉得 传说中那个刘泰明 更真实一些 或者说 更像一个时尚主编 谎言重复一千遍 就变成真理了 田田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不知道 可能是 时尚圈 给我一种太不安静的感觉了吧 我还是不太相信 还会有你这样的人 那你 你认为你怀疑过陈墨吗 他 那压根就不会碾化人草 田田 你是因为我带着这个圈子 和做的事情 会让你对我产生一种不信任 还是因为 你压根根本就不愿意相信我 我不知道 周大总监 听说 你正在做一胆装栏 对 叫婚事 刚刚听说 不过我就不明白了 这跟时尚有什么关系吗 看起来倒更像八卦杂志啊 谁说像八卦杂志 我想表达的呢 就是时尚人士的真实生活 和他们对婚姻的真实的态度 我担心啊 越描越黑 现在的老百姓 就巴不得看咱们时尚圈这些人的笑话呢 越乱他们就越喜欢看 谁不爱看热闹啊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更想让他们知道 时尚圈里有很多事情 跟他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那主编什么意见 他的婚姻可并不幸福 已经采访完了 让我看看 没想到 主编居然能这么坦白 还有这儿还有这儿 主编在接受采访时 他的儿子康康打来电话 不会吧 不会吧 这么巧 就是这么巧 那个时候 康康一打电话来 主编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没想到 主编也有这么温情的时候 我相信这才是他最真实的一面 时尚圈的浮华 掩盖了太多真诚的东西了 就是嘛 你看我 就和别人想象的不一样 周恬 要不然我坐影下一个采访对象怎么样 先让我喘口气吧 哪有时间喘气啊 专栏要紧 你听好了啊 我可开始说了 本人对婚姻的看法是这样的 婚姻一定要建立在一个真爱的基础上 我可是一个真爱智障的人 如果有一天 有一份真爱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 无论他是青蛙还是王子 其实长相就不算太重要了 如果他能真心真意地对我 我一定会 一身相许 也就是说 你对长相啊身高啊并不在意 要的只是一份真爱和承诺 当然 那也就是说 你对钱啊存款啊房子啊奢侈品 这些外在的东西也都不在乎 不在乎才怪呢 身高啊长相啊 这些呢我倒能妥协一些 其他的呢我认为一样都不能少 不仅如此 我认为这个男人一定要博学多才 谈吐风趣幽默 自身有很高的文化修养 爱运动 爱旅游 你刚刚不是说你是一个真爱具象的人吗 真爱 真爱一定有条件嘛 不是很OK 我觉得 只有鹅卵石和白色的沙子 可以撑托出这支酒悠久的历史 或许可以试试用青花瓷做背景 不不不不 我觉得不好 瓷器的光泽会冲淡酒的质感 可以试试淘气 像出土文物 有沧桑感有存在感 甜甜有事吗 嗯这个效果应该不错 我去找摄影师 好 好 就打扰你一会儿 好 这有一份调查问卷 有空的时候帮我填一下了啊 拜托了 婚事大调查 我做了一期专栏叫徽视 这是其中的一项内容 没问题了 周副总监的忙我一定帮了 晚上填完就给你 谢谢啊 那你先忙我还去采访别人 拜拜 婚事调查 啊 婚事 小董姐 你有时间吗 我想采访你一下 你什么意思啊 向我示威吗 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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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只是我最近做了一个婚事的专栏 想了解一下你的想法 婚事 哎呀我差点忘了 你和刘泰明马上就要结婚了 不过 你也没必要这么着急 让大家都知道吧 小总监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没你好命 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对不起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 我只想了解一下 你对婚姻的看法 好想知道我的婚姻的看法吗 那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的男人 没有一个靠谱 婚姻呢 就像千合同一样 白纸黑字 守约呢 就双赢 不守约就受网惩罚 就算简单 虽然是气话 好像还没有道理呢 陈社长 我想了解一下 您对婚姻的看法 找个好对象 别拖 赶快进去 成立家庭 当爸爸生宝宝 这是人生一大乐事 最好要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到时候 一个派他去打酱油 一个派他去打醋 上学放学 同学可以一起走 打架了 可以紧张 陈社长 现在的制度 好像还是只能生一个孩子吧 没有 我生一龙凤胎 总可以吧 可以 那您现在这么几个孩子 为什么不结婚呢 结婚 哪那么容易啊 这可比生孩子难多了 哪像你运气那么好 找了个好男人 不是帅 也不是有钱 那您是不是因为在时尚圈待久了有些神秘疲劳呢 我看像您这样有条件 想找一个骗了女孩做老婆 要不是男士吗 是 这你就不了解我 啊 光掌那没有什么用啊 我心目中老婆的人选 首先一点 是 必须要善良 嫌熟 东晴达乃 上要孝敬中苦 下要爱不存在 其次 最好是个知性女孩 最好是个知性女孩 琴琴书画 诗书礼 就算不精通 也得乐短压 不 那夫妻间得有共同语言 才能过得天长日坚 最后呢 才是长相 想不到 想不到 女孩是这么传统的原来 不过 现在的女孩子都非常赋勃 对家庭观念非常的排斥 我想 您要是想找这么一个女孩子的话 可能还是挺不容易的吧 我坚信 这样的女孩子是有力 只不过我们还没有相遇 我更坚信的是 我一定能等到她的准显 陈社长 你以前遇到过真爱吗 这说来话长 上大学那会儿 我暗恋过的系列女生 可是大学四年 一直停留在暗恋的结果 没敢表白 非了 那她现在在哪儿 为什么你去找她呢 这 这 这 早就没联系了 听说 现在都结婚了 孩子都不小了 我相信 你一定能够找到真爱的 来 这 这可是秘密啊 咱们时尚圈 是非太多 作为公众人物 我不想我的绯闻 被别人知道 我一定会请你保密的 这些是明天拍摄的样品 把它放到柜子里 好 这怎么还多了一箱啊 哦 这是客户送给我们品尝的 可惜啊 这么好的红酒 却找不到个合适的人一起来品尝 附名 鹰子 你怎么来了 上次朱田借给陈伍的衣服 一直没还 你还特意跑一趟啊 我也是顺路 没想到你们杂志上还有人 不怎么样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我这儿刚好有瓶上好的红酒 要不要一起尝一尝 我不太会喝红酒 红酒对女人是最好的 法国 波尔多原产地 红颜蓉酒庄出品 这么好的广告 模特给你推荐 一定要尝一尝 别客气 这是什么呀 周田做了个婚式专栏 婚式专栏 太好了 我们刚好可以一边喝酒 一边把问卷做完 我们一起做 来 来 来念 第一题 好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那么肯定 还有就是没有啊 没有就没有 第二道题 等等 怎么了 不公平 不公平 你都知道我没有女朋友了 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男朋友呢 这不是问卷吗 问卷你得答呀 不是说好了一起做的吗 我没有 第二道题 你第一次谈恋爱是多大 这年代可久远了 我得好好想想 一看你就是花花公子 都想不起来了吧 是我太老了 让我想想 应该是上初中的时候吧 我暗恋过我的音乐老师 这不算 我说的是战八景的恋爱 应该是大一的时候 你呢 你呢 我也是大意的说吧 不对不对 你在说谎 真的 你骗不了我 你的表情告诉我 你的答案是错误的 什么事情都能被你看穿 我没谈过恋爱 你什么意思呀 你笑话我 我发誓 我不是取笑你 是尊重 你说你这个人吧 连天夜密语 都说得与众不同 下一题 你认为 双方应该结婚的条件是什么 结婚的条件 来 第十二道题 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说 结婚的唯一条件是 不告诉你 讨厌 是角色认定啦 角色认定 什么意思嘛 你好笨哪 角色认定就是 你要在内心里清楚 你已经是已婚人士了 你要对另外的那个人负责任 这有什么好认定呢 就像警察需要抓小偷 老是要教学生 那老公 老公当然要养家糊口了 老婆嘛 就是要照顾好老公了 这有什么好说的 天经地义 第三十二题 是什么 你认为什么时候要小孩合适 听着听着 结婚一年以后 B 结婚五年以后 C 结婚八年以后 八年 八年港湛 D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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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那么狠心呀 你不喜欢小孩呀 小孩多可爱呀 别让我的臭 别让我的臭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即结婚就要 马上立刻 一刻都不能耽误 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呀 你是八零后吗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有个小孩多好呀 如果将来我有个男孩 那就有两个男人来爱我了 如果将来有个女孩 那就有两个女孩来爱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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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女孩爱我 你 你是说 你和我 这里还有别人吗 只有我和你 也是啊 就咱们两个人 你说的有道理 我听你的 我听你的 听你的 第三十三道题 你对婚外恋怎么看 你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你 不 婚 不 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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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恋 太无聊了 茫茫人海 能够找到相爱的另一半 一起携手到老 一起 看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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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的幸福啊 为什么还要偷情 还要搞婚外恋 我觉得太卑鄙 太无耻 而且 就劳民上菜 我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男人 应该做的事情 鄙视这个人 鄙视这个人 我回答完了 请评委两分 太好了 一百分 一百分 这是陆总监的 就这些 没有了 没有了 快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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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铭 带我办公室来 陆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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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认为 你是全杂志社 最让我放心的一个人 你怎么了 这不像你的风格 主编 我 人家喝醉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 怎么回事 你 是不是受了刘家明的影响 想结婚了 结婚 哪里走 哪里走 发生这个事情 作为杂志社的社长 我真的替你感到羞愧 本着成千毕后 治病就有人的与 我今天必须跟你好好常态 陈社长 你就饶了我 你要我进步 你就是因为平时政治觉悟不高 才会发生今天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 陈社长 这怎么就伤风败俗了呢 这两个孤男寡女 赤裸相对 被人抓了现行 你还敢狡辩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 这都是谁说的啊 怎么就赤裸相对了 我们明明传的意思 那你就算是没赤裸相对了 你也算是一夜风流了吧 一夜风流 那你什么啊 冤死我得了 我冤枫啊 你不操心 我不操心 我不操心 台上早就天下大乱了 我个一个领导 你为了担扯 我真得劝你一句 婚姻是一个严肃而神圣的问题 对待婚姻 太股一定要关照 什么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之类鬼话 我全都不信 婚姻才是两个人爱情长久的基础 所以不要害怕 赶快结婚 你跟那个 你跟那个什么 那个那叫什么 英子 对英子 既然你们两个已经生米组成熟饭 何不顺水推中呢 怎么也就生米组成熟饭了 难道就这么共出了一夜吗 就结婚啊 不 我算是平年了 你就是不想负责任是吧 想我真的 平生最恨的就是浪荡公子之辈 就会活的 怎么着 玩弄了女孩子的感情 想找个借口 反而生了 你胡说 胡说什么 我可不是浪荡公子 解释就是掩饰 你不想结婚 就是司马昭之心 我代表韩上的领导层明确告诉你 使乱中期这种事 在我们韩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应该是个好妇女 她要是被这事有个三长两短 我给你弥卖 真是这样 我知错了 难道现在是个恋爱结婚的季节吗 梁朝伟结婚了 刘月也结婚了 就连周田都要结了 周田什么时候结婚啊 刘太明都求婚了 结婚了还不想问你的事 该是你的你躲也躲不掉 不该是你的你抢都抢不来 你们啊加油吧 你们猜啊 那个事业大火天的路鸣 她会为了那个黄毛丫头放弃自由吗 但是不可能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有多少模特儿对她同怀送报暗送秋波的 还有半夜三个去敲她家门的 可是咱们路鸣连看都不看见 什么模特去敲她们家门来 这只是个形容嘛 你怎么这么轻轻触触明明白白动 孔明为了自己的事业 不说自己就从业了 我看她不会轻易就走进婚姻的圈套 孔明有圈套吗 我倒觉得这个比喻挺好的 其实婚姻呢 就是两个人的智慧较量 看谁把谁套得了 这真是可怜的你 你们说这公司长座呀 最近我们大街市案可真是太安静了 你是不是希望天下大乱呀 你们两个呀 因为从来都没有做过你主角 所以呢才幸灾乐祸 我们来还会稀罕呢 清者自清 我们两个本来就没什么 你干嘛计较她们说什么呀 道理我也明白呀 可是关键是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我自己的心好像 已经开始不受我自己控制了 为什么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 总觉得 我自己以前的很多想法吧 从昨天开始就全变了 变得我自己都好像接受不了了 真的 是啊 我 开始觉得 好像谈恋爱啊 结婚 也没那么可怕啊 甚至 我都开始有点期待了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们俩真的 什么都没发生 你都忘了 是啊 我真喝多了 我们两个 本来也没什么呀 这我就放心了 好 英子 原来你昨天晚上叶普归宿 是和陆明在一起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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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子你算是完了 别胡说了 英子和陆明没什么 那英子 请问你现在对陆明是什么感觉 我也不知道 跟他在一起吧 还挺舒服的 什么话都想跟他说 那干脆啊 你就将错就错 你俩把婚事办了就完了吧 我看他陆明那人不错 比起那讲不讲样的刘太云啊 强多了 这什么干什么呀 你怎么都扯到结婚上去了呀 英子 婚姻大事要慎重 这不是我们想往婚姻上扯 那不是你着急吗 而且关键问题在于呀 你愿不愿意录名同学做你的男朋友 就是 真的不是我们想扯结婚的事 这个呀就得怪周田 不就是刘太明向他提出求婚了吗 他至于做一个婚事的专栏吗 别别别瞎开玩笑 没事没事 没事 程默你别听他俩瞎说 这俩是太不靠谱了 别听他了 不听他了 那个鹰子 我要认真地劝劝你 这个恋爱你还是不要谈了 因为越谈恋爱就越不想结婚 你看我爸我妈 两个人是相亲认识的 才认识两个月就结婚了 到现在好得更密似的 就连出去买个菜 都得手拉着手一块去 风哲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开始厌倦我了 我没这意思 我刚才那么说是 是想说 我特别遗憾 特别后悔 为什么没能早点把你取过玩 有嘴滑舌 我告诉你 我现在可为了你跟我爸妈都决裂了 你要是敢对我三心二意的话 看我怎么收拾你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不问你三心二意 我只爱你一个人 只爱你一个人 英子 这事你怎么想的 我也不知道 顺其自然吧 我依然为你存在 城市像寂寞的海 涌动着忧伤的节拍 轻轻的揽你入怀 随着夜 随着夜 缓缓摇摇摆 不需要他们祝福 是我们的双人物 是我们的双人物 I have faith in you I love you 至少牵着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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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该清醒有一首歌 陪着我们走了很久 很久 I think we will be fine I about you 關於我們的所有 到最後消失這曲說任務 這在記憶最柔軟的地方停留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